陈立能从一个爱笑的大男孩 渐渐因为流言蜚语变得不敢笑 突然有人开始讲假 这东西演出来的 我开始想说笑是不是不对 面对这样的困扰 他向同情室的队长的林彦俊分享 对方讲了一个故事的例子开导他 再加上队员导师的鼓励 终于让他找回了笑容 其实见你样子到现在真的又差 我本来就比较爱笑 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就突然 有人开始讲假 这东西演出来的 我会因为这个事情去困扰自己 然后我就会去想说笑 是不是不对 内心我是觉得很委屈的 因为有一些东西它不是事实 可是当别人要这么去想 然后还要去传播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真的无能为力 很多东西它其实都是两面型的 因为你被大家看到了 所以就会有人不开心 你记不记得我之前跟你讲那个 就是我之前一直跟你讲 不要想太多 对 不要想太多 我就会开始慢慢去想说 我是不是真的想太多了 其实这些东西就是这么一样的